這是一個短暫的幫助 短暫的方法 亦可以是有效的開始的方法 正如深呼吸 安靜下來 有時不同的人 不過這個當然要小心 大家會知道糖分是會令人開心一些 舒服一些 不過有些人經常吃很多糖分 經常在家裡放很多雪糕 一不開心就吃雪糕 每天吃的時候 越吃越肥 情緒亦因此受影響 身體不健康亦會引致情緒問題 當胖得緊要的時候 過肥 亦會造成情緒問題 難以控制 這個平衡 少許朱古力不會死的 如果當時來說會令你開心一些 可以做的 好了 小朋友頑固是怎樣呢 小朋友頑固呢 其實 任何意念幫到我們 都是有幫助的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想到很多 一些正面的意念 例如說 小朋友當然會頑固 我自己小時候也頑固 其實他頑固是代表他很活躍的 其實他很有創作力 很有活力 不過他只是用得不適合而已 還有那個小朋友也有很多長處 他有這個短處 這些思維就會幫助我們 還有我越激氣 他就越不聽話 那些小朋友越罵得多 越瘋癲 越是疼愛他 你平安對他 他越是肯聽話的 有時候你聽他說 他不開心 小朋友頑固 你說給我聽 你有甚麼不開心 為甚麼你會這樣做 就不是一種罰他的心態 他總之覺得 你跟他一起 你是聽他說話的 他有甚麼不開心 為甚麼今天在學校發生甚麼事 譬如犯了規了 不是去罵他 而是聽他說發生甚麼事 他會說的時候 對呀 那件事也令你不開心 即是認同他的感受 不是認同他做得對 是認同他的感受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信任你 信任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 即是說 首先平靜 跟他溝通 溝通的時候 我們也會比較平靜 也會跟他一起祈禱 你做了這件事 你想不想耶穌謝面你 即是用這些方法 其實是一些輔導技巧 引導 不是指責 不是批判 這樣的時候 他更加容易改 好了 你勸的他都不肯改 我們可以問他 你這樣做 帶來甚麼後果 將來你的生命會怎樣 你學校會怎樣 會不會喜歡你 你的成績會怎樣 即是你可以問他 但又不用罵他 又告訴他 問他 應該是問他 問他 讓他思考 當然小朋友有時都不是這樣的 有時都很瞞不講理 我們在 總之他越信任我們的時候 就越有機會跟他溝通 越有機會改變他 我們都知道 越猛 我就越處理不了他 他就跟我會敵對 我就越幫不了他 我選擇聽他 欣賞他 喜歡他 他可能會聽話一點 這些都是一些正面的思維幫助我們 同樣 小朋友一樣 他們需要處理情緒 我們都需要幫助他 好 負面潛意識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潛意識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有 因為以往的被批判 拒絕 貶低 攻擊 以及以前的 帶來懼怕 自卑 擔心 傷害 潛伏在內心 睡覺的時候會走出來 或者在無意之間會走出來 潛意識和意識 意識是我們知覺的 我們的思想 分析 決定 選擇 而我們的意識是被潛意識影響的 潛意識是什麼呢 我們所有的經歷會對我們有影響 就是一向都被人看少 是會造成一些陰影在內心 它就好像電腦程式 就是很多人的自動反應會煩惱 這就是一個電腦程式 在它裏面已經運作了很多年 就會跟著這個程式運作 潛意識是以感受為主的 潛意識的語言是感受 是感受 不是理論 它只是覺得不備愛 沒有人喜歡自己 不喜歡自己 或者喜歡自己 開心的 未必是邏輯性的 是不是備愛 有沒有用 是不是樂觀 這些就是潛意識裡面的 那麼 需要刻意處理潛意識 就是說這個意識 大部份的意識是被潛意識影響的 就是 為什麼很多人的思想 我做不到的 因為他的潛意識是覺得自己做不到 他的潛意識是覺得自己沒有用的 所以他的意識都不能 都被了這個潛意識拖大 都一樣要刻意處理這些不同的地方 讓他能夠那個潛意識健康的 潛意識的問題有什麼表現呢 容易受傷害 容易負面 容易懷疑人 容易為自己辯駁 別人說你什麼的時候就會辯駁 很難相信神愛自己 和容易發惡夢 很多傷害在內心 我們有不同的路電波 我們有不同的路電波 忙碌的時候 Beta 很容易記住Bets 蝙蝠加一個D Bets Beta 醒的時候正常運作 你現在是Beta Alpha 是很安靜 默想或者躺在那裡的時候 Beta 是在靜 差不多睡著覺 或者剛醒的時候 而那時候 我們的意識會進入潛意識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臨睡之前 如果你是平安輕鬆 那些意識就會進入潛意識 有些人從小到大 睡覺的時候都是不開心的 那些潛意識就裝了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有一套電影叫做什麼 它是用卡通 但是它完全是一個成人的卡通 其實小朋友看起來不太明白 有五個公仔 Inside out 這個故事其實是很深的 它裡面也很深 說到它每天 它就把那些東西進入裡面 就是那個潛意識 好了 怎樣醫治呢 就是我們裡面的潛意識 首先你怎樣知覺 留意自己 是不是很容易被人傷害 是不是很容易反駁 是不是很容易想負面的東西 很容易不開心 很容易發惡夢 這就是潛意識的問題 就是我們發現到裡面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在那些地方留意了 那怎樣醫治呢 第一就是聖經 為喜愛有的律法 就如思想者人變為有福 就是留意到自己潛意識有什麼問題 灌輸正面的聖經的觀念進去 然後親近神 一個是聖經一個是親近神 然後用正面的意念和喜樂 改變潛意識 其實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潛愛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整天爭美神 睡覺之前都是開心的 那潛意識就入了開心的東西 每天這樣入 逐漸就越來越釋放 我告訴大家 我小時候我父母離婚 然後因為來到 家裡就有很多吵架 吵架 那時候我就開始發惡夢 和夢遊 那我發惡夢最嚴重是怎樣呢 我曾經在大學 在外國的 我就發夢 我就起了一份牆 起了一份牆 起完之後 發覺我站在一份牆裡面 站在一份牆裡面 所以起完一份牆 是黑漆漆的 那我就很害怕了 我立即用拳頭打牆 真的在夢中打 但是真的打了牆 真的打穿了一個洞 因為那些牆不是這麼硬的 是那些叫做 sheet rock 旁邊的同學還走過來問我 我做什麼事 以為我什麼救急 就是我做的夢 我曾經會有這個情況 因為第一就是 小時候 還有很多壓力 很多指責 在這個情況上長大 後來也在侍奉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批評 要求 我作為平信徒的時候 侍奉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做什麼事 那些人都很開心的 但是做了牧師就不是 要求就很高 說的、分享的訊息 也都是要求高的 我自己就覺得 總之還是這種壓力的情況 後來我經歷聖年充滿之後 我就刻意處理了 刻意處理 但也不是馬上離開 逐步逐步走的 其實我自己不是沒有這些問題 我意思就是說 不是一定 你看到一個人 這麼健康 一定沒有這個問題 我真的處理到 為什麼我寫這本書呢? 我真的處理到輕鬆了 我自己也很想 我自己做夢 好像在天堂那麼開心笑 但是比較少一些 不過我做夢有時候 我會有為人祈禱 我做夢有侍奉神 有天堂的情境 會有這些情境 跟以前的美國是完全不同的 我做夢也很有創作性 跟我太太是完全不同的 我太太做夢就是什麼呢? 那些人是很真實的 是誰是誰 好像重演日頭發生的事情 我那些是完全創作性的 我試過發覺夢是什麼呢? 我睡在床上 上一條條很尖的東西刺下來 然後天花板會移動下來 我看這裡有個空位 那裡沒有支針 這裡有個空位 我把位置放在那裡 它刺下來刺不到我 我發夢就是這樣 但是接著又動了一個位置 糟了 現在刺下來 我發的夢是會這樣的 但是神都醫治我 就是說一方面就是親近神 第二方面就是 真是處理那些內心潛伏的感覺 而那個經文 《高倫多前書》四章二節 對我很大幫助 所求於管家的事 要他有忠心 我忠心 我就不要再接受人的壓力 不要給自己壓力 我就多點讚自己 開心一下 神歡喜我的 我做的事奉神都歡喜的 這樣一個人就鬆了 其實我現在跟我初期事奉的時候很不同 其實我未做牧師的時候 我分開算是很自由的 做了牧師就很緊張了 後來後期越來越鬆了 經歷聖年充滿之後就越來越鬆了 首先是思想 接著是親近神 有神的話語 也是潛意識 腦中的潛意識 進入了正面的思想 我經常都這樣跟自己說 例如吃飯 神好吃 感謝神 神給我豐富的恩典 豐富的賢藉 多謝天父 我太太對我好 感謝神 神給我這麼好的太太 那些學生學員學到東西 感謝主 他們學到東西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幫到一些牧師 他們都肯做功課 他們有改善 感謝主 我特意去讚自己 和令自己開心 這也是我用的一些方法 幫我自己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見過 一個遊戲是這樣的 有很多個洞 你拿著一個槌子 接著它就會有個頭突出來 你就打下去 有沒有看過那個遊戲 我就是這樣說 潛意識就是這樣 哪裏一出 立刻處理那個 咦 我容易不開心 我容易不開心 我就處理不開心 我容易被人影響 我很介意別人看我 我就處理 我需要這麼介意別人處理 怎樣看我呢 這個Pi是很有幫助的 Pi P就是Pray和Plan 祈禱和計劃 I就是Implement 走出來 E就是Evaluate 我評估一下 接著我評估一下 上一次尋求神的生意 我如何改變 咦 還不行 我又去又再祈禱 尋求神如何改變 有計劃 然後我就嘗試走出來 再評估一下 咦 有沒有改善 這個星期的情緒 情緒有沒有更好 有更好 那我又繼續做 還有一些還沒那麼好 我又再去評估 又再去處理 那這個就是一個 時事都反思 改善我們生命的心態 我們的生命就可以提升了 即是時事都願意接受人的意見 怎樣去進步 OK 大家有沒有問題 潛意識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些潛意識的出現 例如你見到有些人 你一見到已經害怕 已經不喜歡 就已經入了潛意識 或者是 一有些情況 立刻就很緊張 即是有些自然反應 就是我們入了潛意識裡面 這個是我們刻意可以改善 當我們改善不到 生命就不會提升 我是刻意給自己 經常都入了一些好的觀念 是聖經說了 我們發覺聖經真的有很多好東西要說 聖經是 就算耶穌指責門徒 沒有信心 耶穌立刻給他們盼望 你有信心還有一顆芥菜種 你能夠移生 即是耶穌說完他們沒有信心 立刻給盼望 所以神不是一個 即是 給絕望人的 神永遠都不是絕望 就算耶穌人犯了那麼多罪 祂都是說 你何必死亡 你悔改我就給你一條生路了 神永遠不是給人絕路 即使犯了很大的罪 神都是給人出路的 當我們這樣明白的時候 我們就會 就會能夠放鬆 好 我們看看這個主理傷害 祖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